在台北市政府之后 台中市政府也宣布了 针对酒店有条件的解禁 只要业者提供防疫切结书 还有副业申请书 以及公安认证书 5月25号开始 可以向市府提出申请 经过审查 最快6月1号可以副业 国民党议员陈正显 议会质询 台湾市的酒店舞厅 要歇业到什么时候 副市长令胡荣达 松口宣布有条件解禁 5月25号之后可以提出申请 那么经过审查合格以后 如果最快的话 在6月1号 他们就可以副业 令胡荣达说 这不是全面解封 而是case by case 那个时候说要封城兵推 就高雄市政府 跟台中市政府一起在喊 现在说酒店的解禁 高雄市政府在做 台中市政府也要跟着做 你们在跟风是不是 闲前一直不怨松口的 妈妈市长卢秀燕 酒店舞厅解封 却选在他人不在议会 备询这天 还交给副市长宣布 不过让他们副业的前提之下 是要配合中央防疫中心 有很多的防疫指引 受到了疫情影响 台中市的9点5厅 从4月9号中央下令停业开始 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 就在台北台南高雄解封 台中也宣布 业者5月25号开始 只要备其防疫切结书 还有公安认证书 以及副业申请书 三项文件就可以向市府申请 经过审查最快6月1号复业 记者刘正义科 极高方品文 SN小组台中报道